詞曲 李宗盛 我覺得其實今年的不安定 其實也是在一個地球尋求平衡的時候 因為我們欺負他壓榨他太久了 所以也讓很多人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已經在反思這個問題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像我的家人或者我本來可能會 會離開 會去外地工作 但是也因為這樣我們在一起相處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這個是我從工作以來很少有的幸福時光 那跟家人在一起的這段時間 包括看到外甥女 我的外甥女才兩歲多 她就會很開心地在客廳裡 可能唱歌啊 然後跳舞 然後我媽媽有一天就早上起來看著她就說 掰掰 你在開心什麼 然後她就沒有管她就繼續跳 繼續唱 然後我媽媽就看著她又說 掰掰啊 你在開心什麼 我媽媽連問了她三次之後我就說 媽媽 我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常常成年人就是 大家太壓抑了 每天工作壓力很大 所以當你表現得很開心的時候 好像有什麼事情 你必須去慶祝 你才需要值得開心 但在小孩子身上並不是啊 他一起床 他其實對著整天 他對著未知 對著很多的有趣的事情 他就是會很開心 但這件事情是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有的能力 但我們卻忘記了 改變什麼事情應該是對於生命的突然離去 你會更加的有感覺 因為義大利疫情剛爆出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哥哥在自媒體上求救 他說我的妹妹在家裡過世了幾天 然後她的整個狀態 你就會覺得好心痛 然後對於生命的尊重跟自己生命的尊重 如果今天就是我活著的最後一天 我會怎麼過 你發現事情的先後順序的重要性 你就會對於你現在很多的言語做了改變 譬如說如果你相信你們最後的是我愛我的媽媽 我愛我的爸爸 我愛我的家人 那個愛是主軸的話 你在做很多選擇的時候 你就不會選擇我現在跟你計較這件事情 而破口大罵什麼事 我到現在這個年紀 我其實覺得所有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 今年反而停下來做了思考 因為我本來就對攝影啊 對很多後期的事情或者是轉行是有興趣的 那去年的時候我就有買一個版權 是一個短片的版權 所以以後有可能會把它變成一個短片 那還包括經紀公司 然後連我們的新人的小朋友的宣傳照也拍了 對 那可能也有想要做跟藝文空間有關的咖啡店 複合式的店 包括在疫情當中失去家人的人 這種真的想到就很難過 然後還有包括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然後也有因為這樣而染上疾病的醫護人員 我都只能說謝謝 還有就是辛苦了 真的是在第一線的人永遠是最辛苦的 我自己做的是我包包理會有一罐小的酒精品 那一罐就是去到哪裡 噴到哪裡 然後我之前還學到一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他說做大眾交通工具的時候 要怎麼樣幫助自己防疫 就是他可以準備一個手是乾淨手 一個手是污染手 所以就包括你刷卡拉把的 你都是用同一隻手 但是你拿手機的或者你拿自己包包 拿自己貼身物的東西的都是用乾淨手 然後你出去的時候就立刻再把污染手清洗 對這個是一個學到了小的知識吧 對 我是張俊寧 我跟獨立特派員一起站在防疫最前線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